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为了让三重区永胜礼的长者们 恢复原有的生活节奏 里长侯景足积极准备了防疫资料 成为三重区第一个恢复关怀据点的礼 各项活动和课程得以顺利开展 要开始上课之前 所有的长者跟着里长跟影片 一起来活动一下身体 三重区永胜里长侯景足 积极准备防疫资料 终于在日前恢复关怀据点 没有相当的防疫的措施 我还是不敢让长辈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要保护到志工 要保护到长辈 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就去拜托各个单位 先一天中捐赠了防疫格板 那诗子柜捐赠了防疫面罩 那酒精 就是由我们一些好姐妹们提供的酒精 来到我们永胜活动中心的所有长辈 全部全部都有打疫苗 防疫期间 长者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少了交流跟学习的机会 心情都烦闷了起来 现在关怀据点的活动可以如常 长者们都很感谢里长的用心 很快乐 没有压力 感谢我们的里长 用胜利的里长 有啦 里里长都要准备一些这些浩文 够一些老人 保护自己的保护 很好啦 我说这里长也很好 都会够这些老人 没人都好 没人都好 没人怕 没人都会帮忙 虽然关怀据点活动可以恢复往常 不过为了维护每一位参加长者 以及志工们的安全 里长提醒长者 要记得提供打过疫苗的黄卡照片 以资证明 记者沈仲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